你见过仅仅因为报案就被枪毙的吗? 18岁少年见到凶案现场热心报警,结果反被认定为杀人凶手,随后就被知行枪决,9年后真凶落网,谁知犯案之路却异常艰难。 时间回到1996年的内蒙古护和浩特时,为了贴补家用,呼格吉乐图刚满18岁就到卷烟厂当起了临时工。 4月9日晚上,呼格和同事严峰一起吃完晚饭后就回家拿药食,他的家里卷烟厂也就三四百米,走路几分钟就到了。 可就在路过转角的公共厕所时,呼格突然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呼救声,心里有些害怕的他转身跑去叫来了严峰。 可等两人回来时,公厕里却一点动静都没了,严峰用打火机罩着在公厕内寻找,结果发现一个下半身赤裸的女人倒在女厕所里,两人见状吓得撒腿就往外跑。 多年后继严峰回忆,当时两个人虽然都一下傻,但呼格坚持要去报警,两人随后就翻墙跑到附近的治安厅里叫来了警察, 想不到警方不仅没有立刻击步凶手,反而认定呼格极乐图具有重大作案嫌疑,而警方之所以对呼格产生怀疑。 原因竟是因为一个男人为什么会在女厕所里发现女尸,这在办案这眼里显得极为不正常。 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严打起见,为了响应国家提倡的从严从快的打击方式,导致警方办案有些急功冒紧。 据严峰回忆,刚进审讯时不久,他就听见审讯呼格的房间里传来很大的桌影挪动的声音, 随后又听见呼格痛苦的喊叫声。 那一夜,警方向严峰反复询问了呼格的行动轨迹,等到第二天被放出来时, 严峰瞥见呼格被靠在暖气管上,头上还带着防止资残的头盔。 从警局回来的严峰马上就去了呼格家,听完叙述。 呼格的父母知道儿子肯定是被当成了杀人犯,但儿子生心内向胆笑,根本就不可能杀人。 老两口也试图向警察解释,可得到的却是儿子已经认罪的消息。 18岁少年见到凶案现场热情报警,结果却被驱打成招误判为杀人凶手,随后就被知性抢决, 谁知9年后真凶落网,但案件却始终得不到平凡。 2005年10月23日,有着微笑杀手之称的连环杀人狂赵志宏落网,此人身背试几条命案。 而据赵志宏供述,1996年4月9日,在呼和浩特发生的公刺检杀案是他所犯下的第一起名案。 赵志宏在被警察押着指人现场时,恰好被梁大爷看见了,他打提到说是重刑犯在指人杀人现场。 梁大爷在这里住了50多年,唯一听说过的杀人案就是9年前的49公刺女士案,但当时的凶手却是呼格吉乐土。 梁大爷随后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呼格的父母。 据父母回忆,当年儿子因流氓罪和故意杀人罪背叛处死刑, 而这场人命关天的庭审,仅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。 对于呼格遭受警方言行逼供的说法,检察官则博斥为胡说,并直接跳过了二审。 1996年6月10日,一直在喊员的呼格吉乐土被押赴刑场执行刑枪决,为了震慑其他犯罪分子。 当时的枪决还是公审。 无数围观群众挤满了乌兰恰特大剧院,随后案件的侦破过程也上了报纸。 呼格的家人至此才知道了儿子所谓的犯罪过程。 不知道的人也就直直直直直直要说,他家的二小人流氓杀人,那个时候流氓罪真的特难听。 此时呼格的家人就算浑身是罪也说不清楚。 由于受不了人们的流言蜚语,呼格的哥哥不得不去了外地谋生。 成绩原本优秀的弟弟也戳了血,只能靠给人开车维持生活。 呼格的父母也办理并退,一家人的生活就自脱了鬼。 但即便如此,老两口也坚决不幸连击都没杀过的儿子会是凶手。 因为严峰一再说明,案发当天他俩分开最多也没有十分钟。 呼格根本没有作案时间,况且如果真是他做的,呼格又何必叫上严峰再去报警呢? 但老两口手上没有证据,况且儿子从被警察带走到被枪毙。 他们甚至连话都没说过一次,连儿子的口供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。 直到2005年赵志鸿落网,老两口从邻居口里得到消息后,每天都拿着厚厚的材料为儿子申请重审。 但是每到一处,得到的答案却都是没有证据。 仅凭赵志鸿的口供不足以重审。 直到惊人介绍,老两口找到了新华社驻内蒙古分社的高级记者汤姬,他们这才迎来了一丝光明。 叫你们表示真诚的道歉,对不起,我们重新以后啊,一定会吸取这个教室。 18岁少年见到凶案现场热心报警,结果却被驱打成招误判为杀人凶手,随后就被知性抢决。 谁知九年后真凶落网,但案件却始终得不到平凡。 2005年10月23日,有着微笑杀手之称的连环杀人狂赵志鸿落网。 此人身背识几条命案,并亲口承认了,导致护格被枪毙的四九公寸女士案其实是他所为。 一个月后,专门负责报道内蒙公检法部门的汤记者接到了一个电话,对方是赵志鸿专案组的一名工作人员。 他竟然希望汤记者能阻止赵志鸿的死刑之行,原来几天前在对赵志鸿的庭审中,法院只是对他身上的九起命案提起了诉讼。 对于四九公寸女士案却只字未提,但专案组经过四论审讯,赵志鸿不仅对公寸案死者的特征,还有暴力侵犯细节描述得十分详细。 而且在执任现场时,虽然当年的公寸早已拆除,但赵志鸿找起来却清澈熟路,这些已经基本能够确定他才是案件真凶。 为了慎重其见,专案组还专门为他做了测谎实验,结果也显示赵志鸿没有撒谎。 事已至此,呼格安安说应该迎来重审了,但当年给呼格吉乐图定罪的办案人员几乎都已得到了晋升,现在想要翻案难度可想而知。 为此,汤记者当即写了一份内参,内参发表后不久, 一位工作人员又交给汤记者一份文件后就走了,原来这竟是赵志鸿在语中写下的长命申请书。 赵志鸿在申请书中不仅再次承认自己才是案件真凶,还提到了法院在庭审师对此案只字未提, 他说自己经过政府教育,现在已经回复了作人的良知,希望检查机关能重审此案。 这份申请书显然是要交给最高法院的,但那位工作人员怕他又会莫名弄丢,于是就复印了一份交给到汤记者。 汤记者依据这份申请书很快又写了一份内参,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 护格案的重审工作却依然障碍重重,有人说赵志鸿的这个案子只有口供没有误证, 但护格案当初的误证,比如指甲和血迹等,竟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, 更加让人感到蹊跷的是,法医当时提取到了死者身上的分泌物, 却归使神差的没和护格的DNA进行比对,最后连分泌物的样本也给弄斗了, 案件唯一有利的证据,就是护格指甲里发现的血液与死者同为O型血, 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血型就那么几重,这点证据绝不可能用来断案, 一直到了2011年,内蒙古最高法院终于宣布开始对护格案进行复查, 2014年作出判决,宣布护格极乐图无罪, 12月15日,一份迟到了18年的无罪判决书, 终于被交到了护格父母的手中, 随着而来的还有200多万元的国家赔偿金, 两天后,当年相关的办案人员也被带走调查, 至此,这场冤案终于被划伤了句号, 护格的母亲说拿到判决书那天, 自己又梦到了儿子,但愿他在天堂里能够安息吧。